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佳佛 我是旗鼓文化练习生李宇璐 我是旗鼓文化练习生谭思谷 我的名字叫吴妙英 来自广东圣派 平时爱耍酷 耍宝 所谓既如处子 兜如脱兔 说的可能就是我吧 爱笑的女孩子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擅长唱歌 跳舞 表演 尤其是古典舞 民族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大家 要躺着 跳45度 前后摆 来 准备 再爬 哇 5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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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不要搞了好了 不要搞了好了 今日里如今 一末行为 你会想到不行 我爱你 我想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快快快快 你把你踩然后 一来一键 我踩到一个 捏到一个 我做话就可以说 五十九 命运过船 痴迷淡然 会变了青春 我太难了 输不尽的车站 好 高一线吧 一二三七 我刚弄了一个发型 我听了一下 你站了一个结合 又听了一下 哈哈 我还不能笑 我还能笑 一笑就会有法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妹妹一笑就不行了 太厉害了 哈哈 妹妹不能笑 因为一笑就会有法律 她刚刚打个遮瑕 那不看我 我还不喜欢我 我还不喜欢我 给大家看一下我 要拍的 专利的照片 不能给你看 可以 现在 请大家广大网友截图 能够截到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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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好生看一下吧 是不是 这是港风的 这 这 奇葩款 也不知道怎么拍 我都会拍什么亮 这还蛮好看 显得我白 你看这个 好想这张 嗯 不过我超模的气息 屁屁 屁屁 你画好了吗 没有 那是好看 那是好看 那整个假的 嗯 哈哈 你今天睡了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 感觉怎么样 三个小时 早上起来 天神地状啊 化个妆 好 今天 他的头是360度的 然后还刚刚还有姐姐在后面扶着我的头 姐姐你好累 不要扶着我 哈哈 然后我 然后姐姐走了我又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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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有点像那种脏变 但又不是脏变 那种 对吧 有点 就那个沙马特 沙马特沙马特 先吹 先吹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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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拍全身拍了半个小时 拍半身拍了一分钟 我就这样好拍 就结束了 我刚拍全身 这样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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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果然不能拍屁股 使大家以后我们的哈哈不要拍屁股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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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我比台湾自慰拍了美照 这个还没有出来 看这边 嗯 嗯 大家看一下 拍照片认识我好吗 零楼品牌 很厉害 你看 这个照片逐渐显示 你怎么回事 你又有点紧张 不是不是 我问过她 我说你会拍 她说我拍怎么样 拍还挺不错的 她说不会吗 她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等会出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 还是 她 看她已经逐渐显行了 她是V1 我腿啊 你不是说近一点吗 她抱着近一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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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师傅 可以可以可以 谭师傅 谭师傅到位 登基66668 哈哈 这里其实应该上面留白小一点点 然后 把人放大一点点 但是呢 上面留白有点太多了 然后这个腿 露在这里有点不自然 下一张继续 来 我相信谭师傅 你问谭师傅 他自己有没有自信 他也有自信 那我们就相信谭师傅 谭师傅 谭师傅 老谭 酸菜 谭师傅 肥胖肥小 他马上就要出 谭师傅你有自信吗 非常有不信啊 好 走 好看 还没引出来 稍微有一点点轮廓 但是他等下会更明显 嗨 要加了油乐 好 再来看油乐 放过往上 接下来我们两个四个人 开始谭师傅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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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要不要再点后一点点 接下来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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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里体验一下生活 不行我就回去继续学我专业就行了 所以后来就发现不可以这样度过 然后呢 我觉得不行我要做出改变 就是因为我跟妙宁钓到两个宿舍 我跟她是两个完全相反的 我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可能有点小聪明 学东西很坏 学完之后我就啊 躺在我的宿舍 我动了 然后我就发现妙宁到了半夜都没有回来 我就发生起来 那你在哪儿你还不回来睡觉 我还在练习 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有一点罪恶感 直到后来我也会慢慢的 让你说我陪你练 就是让我有一种责任心 我觉得 就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薄 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配不上一些机会 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发现 如果我自己对自己这样不上心的话 我觉得是辜负了别人对我期望 就是对别人也是不负责 所以 在未来 大家要一起充 好 我们都会好好解肥 然后 正是自己 自信一点 好 谢谢大家 然后一开始我来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说自己 一开始面试 做一排 季节也在那儿 选秀的时候 各位老师好 我跟 刚刚那个男生是 跳舞的 我开工作室 谁怕八年了 来公司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 我另一个小伙伴催许我说 哦 别有路啊 他现在就可以来一段 真的 跳河好在我们那边 工作室当副教吗 我一定 后来 我第一次考核跳这个 我妈的朋友就想帮一个小伙伴 你让他自己吃 还有你有屁股 近年 啥 这边的抱我 然后后来 他还是慢慢训练的嘛 慢慢训练 然后 我发现 就是 越学 就越觉得自己 知道的就越少 就好像自己像个傻子 你知道吗 你知道 生涯基础的什么调吗 什么调 蓝调 蓝调不是一杯酒吗 我爹经常喝 我开始跳舞 然后学舞的时候 也不知道自己 会什么 什么大剑 什么绝 绝世 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养生就开始跟我磕头 后来 慢慢慢慢 刮血就来了 开始我批擦 我下不去 他说 例如总有一天 我让你在我的壳上 壳上 哭出来 哭出来 我的梦想要是 你都哭不出来 我哭得很臭 然后所有人都拍了我的视频 这个到很多带人片 然后在今年呢 我的愿望 我要说一下 我的愿望 我希望自己不再做花瓶了 十里上位 十里上位 我要十里上位 对 希望今年就是要再做花瓶了 嗯 再紧死也不要做花瓶 希望各位老师都能够喜欢我 不用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最近的各位领导 姐姐们 还有前辈们 大家好 我是齐古文化学生 凯斯科 很开心能够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觉 我2019年10月份来到这里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三个月了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感谢公司的姐姐和老师们 公司给我这样一个发展的平台 这是一场魔力 也锻炼了我的艺术 与此同时 我认识了许多有趣的朋友们 很感谢这些朋友们 然后在新的起程上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一起展开 对新目标的追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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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齐古文化练习生 吴妙音 来自广东省惠来西云 然后我是一开始的 就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到现在 听得懂一点点 就是我近来真的是 白纸一丈 很多都不懂 然后也不会唱歌 然后跳舞拍子也不会说 然后就是被骂了也很多 刚进来最最狠的一句话就是 他就是说我跳舞像在健身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句话 然后我每天都 认识到很晚的地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关系就是听进去了 然后记住那句话 然后要证明给他们看 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是要有那种干净 接下来一年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也为自己加油 加油 当然 不想追倒 中文字幕组